我剛剛看到還有媒體的標題說 徐乃玲標罵楊秀慧 什麼什麼的標題 我到現在還是講 我從來沒有罵過 用罵這樣的一種口吻 我絕對沒有 我真的很抱歉 又要講到唐重慎 那個才叫標罵 好不好 各位我們來講一下 楊秀慧的這個狀況 那時候不知道他直播講些什麼 他其實直播有道歉 你後來又了解他道歉了嗎 我想今天很多的記者 來到現場 大家也是因為這一次 這一個事件 突如其來的事件 那秀慧呢 也在直播上 有在講到這個事情 我要跟大家解釋 我剛剛看到還有媒體的標題說 徐乃玲標罵楊秀慧 今天記者會 什麼什麼的標題 我到現在還是講 我從來沒有罵過 用罵這樣的一種口吻 或者是猙獰的表情 在那一天錄影 有做這樣的動作 我絕對沒有 我真的很抱歉 又要講到唐重慎 那個才叫標罵 好不好 如果當下秀慧 你說 乃哥 那天我不開心 我這樣說 我就跟你道歉嘛 就有什麼大人了 幾歲了 我六十五 你也要六十了 對不對 就是因為很熟 大家就算 有時候口無遮攔 沒有關係嘛 是不是 我都跟唐重慶道歉一百次了 我再跟你道歉有什麼了不起呢 秀慧 再來 現在衝衝衝完 有你在 每一次你來 跟我當機構 也真的很好笑 你要吃我豆腐 盡量吃 好不好 我這老豆腐 給我的吃 我也感謝了 有什麼心結講開 過了就算了 秀慧 我也希望你 不要放在心上 有很多知情的朋友 也不要討厭乃哥 乃哥呢 很可愛可親的 雖然我有時候脾氣比較大 我的脾氣大 絕對對視 我不會對人 我再講 只要有人在鍵盤上 傷我 我一定告你 我一定告你 我也希望 所有的媒體 今天我跟秀慧的事情 你看我從來沒有叫他楊秀慧 我自己叫做秀慧長 秀慧短 我跟楊秀慧的事情 希望今天做一個Happy Ending 到此為止 秀慧我再次歡迎你 來衝衝衝 我希望今天這個事情 就到這邊結束 出発再次 出發 immt 病 911 病